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包租贷款是今年民进党的一个新的政策 完完全全没有实行过 我们认为今天这个包租贷款这个政策 租金的问题 租期的问题 地点的问题 并没有适当的来符合居民的需求来解决 今天如果提出来的这个安置方案 没有一个住后住得进去的话 那今天这个安置方案它的效率到底在哪里 赞乏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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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9月26号开始的说明会 就推辟会以及农家 完完全全没有顾到目前居民的处境 提出来的政策 方案 到底服务务的居民需求 都没有过问 目前的状况 好 那大家一起来参理 你很多意见跟我不一样 但是你就先来报告就是邓丁协商 就强迫你接受 所以副主委到底能不能承诺后续 到底没有专案协商 实陈表到底在哪里 如果继续再拖下去 大家的强制止息还一样在被扣钱 很多人他薪水 账户都被冻结 甚至还要去打零工 刚刚还有阿姨是贷款 来付强制执行 到底什么时候 到底没有实陈表 还是要继续拖下去 OK 好 我就跟你说 你希望我赶快停 你现在刚请教要我实陈表 你这样子我怎么好好跟你谈的事情 我这样跟你讲 我来处理我们的现金动作 那我是建议 你要我把你当朋友 你想要把我当朋友 你若是你们都用这种态度 我拜托说 我喜欢摩擦出来的 到10月11号 到10月18号 这商场说明会 都凸显了 今天政府会 透过包租贷款这样的政策 透过其他的社福团体的资源 就想要来旁设 大官司就会了 第一个 我们没办法知道 今天包租贷款这个政策 租金到底会落在什么地方 一个新的政策还没执行 就要拿我们大官居民来当作实验 第二个 包租贷款 地点都也还没确定 第三个 包租贷款这个政策出期 也顶多只有三年 三年之后呢 就要重新策约 那重新策约 那重新策约 对居民来说 难道不是 再让我们破清一次 难道不是 让这些居民再流离失所一次吗 我们如果有钱租房子 不必要你那个 包租贷款呢 我们就是穷的 饭都没有得吃 哪有钱来租你这个 什么包租贷款的房子 再说 包租贷款的房子 不是长久之际的房子 我们要的是像狗一样 有个窝 注入自己一个永久的窝 是穷人无法活下去的年代 也是穷人呆死的年代 这是我们大官的 入行的处境 就是这样 我们住户 并不是 恶意占用这块统计 大官住户 这个房子 是上一个朝代新建的 但是车签 没有安置 也没有补偿的方案 还遭到 还不会用行政收送的方法 到法院 后年打零工 维持生活 他还要我什么 但是 无大革命 还按照 百分之五的历史在 上涨当中 我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下去 原先 我们在9月26号 就是农家召开了这样一场 就是一开始的一个说明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还是有预期 很期待说今天 退府会跟把这条农家终于要来跟我们 好好的去谈 去处理 后续如何去处置所有后 那个所有 现存还在社区的居民的需求 可是 在这一场的说明会 以及11月11号的说明会的时候 我们针对住户提出来一些需求 却每一次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说明会上 去遭受到全盘的一个募集 他们 就是整个退府会 以及农家 他们就只是想要做的 他们原先已经既定要去做的 一个到租债馆的一个形式 去安 安置所谓有居住需求的居民 就不去管 还有其他需求的离席 因为这一场 拖欠 所导致的一些精神力 更加 恶劣的一个居民 如何去做协力的一个状况 所以 就 我们 原先就是 在参加了11月11号的这样的一场说明会之后 我们才觉得说今天 即便退府会或农家 在办再多场的一个说明会 我们提出再多的一个需求 都只能在这样的一个说明会中 被搪塞 然后被提及说 这个我们会再带回去做演绎 根本就没有办法很实质的去处理 居民提出来的这些需求 后面应该如何去做处置 从整个包租贷款计划的一个内政部 他也 直接提及到说 以及新美市政府也提及到说 今天这个包租贷款 它并不是 针对 大部分居民 具有的一个安置计划 或者是方案 所以 他没有办法 就是符合 就是符合每一幕的需求去谈 今天这个安置计划到最后 是不是就只能沦为 退府会或板桥隆家 拿来说嘴 拿来说我们已经有做到 安置的一个作业以及准备 只是这些住户 他没有办法接受 以及没有办法 有能力入住进去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 提出租金租期 以及租期到了之后 后续这些居民 该如何去做后续安置处置 可是退府会在那边 却对我们的质疑 说我们的态度不好 所以我们没有诚意去沟通 可是这的确确就是居民 他后续在处置的时候 会去面临到最实质 他们居住 到底有没有办法去 进去入住的一个问题 可是却被这样的一个 手把去做诠释 说我们就只是在胡闹 来我们请官员到前面 我们请官员到前面来 我们到前面来 我请官员到前面来 我们在开记者会 我们请官员到前面来 前面一来 来来来等一下 等一下 来我们 请到前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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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我们居民围过来 来 来 来这边 各位的需求也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辅导会在将来开会的期间 就是各位能够能够具体的表达 能够把双方的这个差距 对于各位的希望 我们也会 我会来忠诚的转达 不是要不要忠诚的转达 今天 你行政院代表你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你讲 你讲 就是说对于各位的这个希望 我会忠诚的转达 因为按照我的成绩 我今天 那边要不要拍一个 拍一个比较高的成绩出来 我给你承诺的话 那是我骗你 因为我的成绩 那我帮你请行政院 拜一个比较高的成绩出来 比较高的成绩 比较高的成绩 我们可以承诺政府是要解决人 我们也知道要解决问题 今天大关不是一次两次来到这里 你刚刚说要解决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你们在推动强制执行的程序 今天你协商没有私撑表 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处理好 你就说你要解决问题 问题是强拆执行 在那边大家就被扣薪水 就要面对破迁的威胁 这叫什么解决问题 到底有没有协商 到底要不要正式居民诉求 到底有没有实账的距离实证表 行政院到底要不要拿出来 政府机关做普行 这个也要依照法律来办理 所以说 刚才这位先生讲的这些措施 那当然这是在处理的过程 有一些是透过法律的程序 那这个是必需要 好 我知道今天政府 但是今天政府 武行政机关是有 是有裁量权 是有权限 是可以暂缓 这样子的拆除动作 暂缓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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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